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 这前方呢是橘子州大桥 长沙已经彻底开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也被感染了 也就是我羊了 持续的发了三天的烧 终于经过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康复了 现在还稍微有点咳嗽 但是在这开放的近一个月时间里 我发现长沙已经悄悄的发生了十个新变化 这十个变化了也让很多人引起了共鸣 第一个呢 橘子州大桥这边啊 没啥人了 以前那都是老年人的聚集地啊 再看到这个国境中心的里面 人也是非常的少 以前这个里面呢 人是非常的多 你看这些店铺里面啊 根本就看不见啥人了 其实长沙的各大商场里面的人都减少了很多 现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万达馆厂里面的情况 进来了就是长沙最火的茶圆月色 但是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里面的人呢 并不多 感觉非常的冷清啊 以前包括去一个县城的万达馆厂里面的人都是特别的多 何况还是长沙的万达馆厂的 你看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有点超出我的想象 第二个现象呢 我发现就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增强了很多 比如说现在基本上你走到商场或者说是走到街上 戴口罩的情况啊 基本上是非常的普遍的 而且呢 很多人都是戴着N95和KN95口罩 第三个呢 现在乘坐公交车和地铁没有之前那么拥堵了 以前啊 真的是人山人海 现在基本上每一次都会有座位 至少我坐了几次了都有座位 可能早晚高峰期人多一点吧 但平常的话真的是座位大把 公交车上面呢 也是有很多的座位 以前这边全都是坐的一些老年人 但现在老年人没几个 第五个变化了 就是现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的人呢 特别的少 现在已经是春运几天了嘛 但是可以看得见这个现场的情况 基本上是没啥人 而且现在也是下午的三点多钟 这里是长沙汽车西站 你看不管是人工售票窗口还是自动售票窗口 都是没有啥人的 以及包括这个后车大厅 以前每次来长沙西站人都是特别多 这边呢 就是长沙火车站的 可以看得见长沙火车站不管是进站的人 还是出站的人 都是非常的少 大家都知道长沙是一座网红屯室 你任何时候之前来长沙这火车站都是人山人海的 但现在也是春运呢 返乡的人并不多 毕竟长沙的长驻轮口呢 也已经有一千万人了 是一个特大型城市 所以说按道理这个人力量应该会大很多的 火车站的战前广场这里呢 也是没有啥人 像这种出的大太阳都没啥人 下雨天的话人就会更少 第六个情况呢 我发现现在点外卖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看这个堂食的人呢 基本上是没有啥人 又或者你现在拿个快递啊 或者说是寄个快递 要很久的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到物流信息 明显比之前要慢得很多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变化还是稍微有一点大的 第七个线线呢 发现走的这个路边啊 人也是比之前少了很多 尤其是看不见一些老年人 这个车流量呢 比之前也是少了很多 以前特别拥堵的 在小区里面呢 也很难看见一些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了 以前啊 每一个小区到了晚上的时候都是特别热闹 但现在这种情况就感觉少了很多 这些广场这边呢 跳广场舞的也是特别的少 第八个情况呢 我发现现在就是到长沙任何一个药店里面 卖一些药啊 感觉都比之前难了很多 但是医院诊所的话 人流量就特别的大 尤其是一些发热门诊 每天输液的人呢 特别的多 这边是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后整大厅这边呢 人特别的多 当然了 一般的人是进不了那个住院楼的 如果你去住院部看一看 这个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 至少是比之前要紧张很多了 如果你去一些小的诊所啊 那你的流量也是挺多的 因为很多的药店里面 你买一些退烧的药啊 可能有些难买到 这边是中央大学附属第一院 你看这边看中医的人也是特别的多呀 第九个变化了 发现现在停车位特别好找了 以前啊特别的拥堵 找个停车位都要找半天 第十个变化了 现在街头的核酸检测采样 是要额外收费了 以前都是免费的 这边去水旳啦 Yan